各位朋友 你们有没有思考过 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有自毁的倾向 为什么呢 一个是科技 科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甚至一个人 他就可以威胁整个星球的生存 你比如说 发展出死星那种武器来 当然这是科幻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权力 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个人的权力会得到充分的释放 可是你别忘了 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自私 所以当每个人的权力 都得到充分的这种张扬的时候 他就不爱伺候别人生孩子了 所以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越发达的国家 生育率越低 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最大的危机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危机 德国 举个例子吧 德国生个孩子 从小到大 大学毕业 基本上都是政府跟养 但是呢 德国的生育率 也是一年比一年低 是吧 那中国呢 中国也出现了这种倾向 所以说中华民族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我的老粉丝都知道 我17年出道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就给大伙说 中国的人口危机要来了 根源是什么呀 根源就是中国那些猖獗的女权 还有社会分配制度的跟不上 造成的年轻人不爱结婚了 年轻人不爱生孩子了 那怎么改变这种情况呢 在若干年前 我就说 第一 要鼓励这个女性回归家庭 从这个社会福利上给予极大的倾斜 她在外边工作 不如在家里边生孩子 相夫教子 拿的钱多 丈夫在外边当个白领 不如在家里边当主妇的两个孩子的妻子 只有这样 才能鼓励女性结婚 回归家庭 这是第一 第二个 就是说 不生孩子的女性 有生育能力的女性 会 这个可以说是 有一定的这种惩罚的措施吧 那位说呢 权力呢 人权呢 本来女性的最大的权力 就是要延续人类 对吧 这个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必定会走这样一条道路 我当时也说 全世界也必定会走这样一条道路 第一个 要鼓励婚姻 鼓励生育 第二步 就要走到 强制婚姻 强制生育的程度 第三步 就要走到 不婚姻 不生孩子的人 移民 活星 这是我当时的 给大伙做的一个 一百年 五十年以后的 对世界的一个预测 那现在 为什么要说起这个来了呢 因为有粉丝啊 给我发来了材料 是浩哥 你跟我们讲讲这事吧 现在海外的这帮 反共的这些 毒轮运精神病们 他们都在 热捧 这样一段视频 什么视频呢 人啊 不是牲口 不是说了 到了什么季节 必须得配种 他25岁不结婚 他到35岁才不结婚 他也有这个权利啊 总不能一辈子不结婚吧 为什么不可以 一辈子不结婚啊 咱们家有皇位要继承吗 必须得结婚 有皇位要继承吗 咱也不是说 结不起婚 买不起房子 咱有那个能力 为什么不结婚呢 因为他不想啊 跟接触的人群有关啊 还是受到什么刺激啊 你没有把他当成一个 独立的个体去尊重 人家不想 因为一个成年人 人家自己赚钱 有独立的经济能力 他又不肯老 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家自己完全决定 自己的经济生活 和情感生活 没有错 容不得任何人去干涉 他为什么没有权利 来自己决定 自己这一辈子该怎么活 而必须在听你了呀 我说你现在不想结婚啊 等到什么时候结婚啊 跟你同龄的孩子 小孩都会跑了 可他同龄的孩子 还有很多人的爹妈呀 都已经给他们买了别墅了 还让他们能够开得起 老斯来斯的都有呢 别这么比 如果非要是拿孩子比孩子 那就先把家长来比家长 我是没那个能力 给他出多少钱 孩子没要求过 您凭什么 你现在要要求孩子呢 他对你应尽的义务 只有一项 将来对你有赡养义务 你操这些心的话 有很多的话 就是徒生烦恼 结婚生死不就是农村的一种 传宗接代的这个习俗吗 好像是 不传宗接代违法吗 不违法呢 为什么不可以干呢 你现在游戏这个农村 你不管他那个孩子 你说你的孩子再有能力 养得再怎么帅 你怎么没媳妇 他就在背后就是 就说到你 村里这些人 说完你的这些人的话 他们将来死了 给你们家孩子留遗产不 事实上来讲 是跟你们没有关系的一些人吧 只是大家生活在一个村里而已吧 你为了让这帮人高兴 就非得逼着你孩子去做 他不愿意做的事吗 道理上讲不通吧 你为谁活的这一辈子 你可以为了他们活 为了他们的眼光 为了他们的评论而活 你也得允许你们家孩子 不为了他们的眼光 不为了他们的评价而活呀 很现实一个问题 你们家过好了 你说的村里边 这帮嚼舌头的人 会为你们家过好了而高兴吗 不会吧 他们真的关心你们吗 不是吧 只是无聊 耍嘴皮子 磨磨牙巴而已吧 我想的该怎么做呢 你要做的就三个字 少操心 锻炼锻炼身体 吃的好点 喝的好点 你只要不生大病 就是给你们家孩子 帮的最大的忙 行了 就这样吧 谢谢你老师 你看你这还把自己说生气了 这海外的反贼们热捧 这个货 这到底是干嘛 那个货呀 首先 这个货 我也没具体考证啊 应该是个四五十岁的一个老光棍 你说你他娘的问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光棍啊 我们家孩子不结婚 他一听 我他娘的四五十了 我还没找媳妇呢 你孩子招什么急呀 那位说这是什么呀 这个货是个什么人呢 这还是在中国还是个不大不巧的网红 这个人呢 叫做大兵 本名的燕兵 山东燕台人 80年的啊 出生在山东省燕台 曾任这个山东卫视的主持人 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 中国的当代作家 民谣歌手啊 看到这儿就有点明白了 这货这个大概率的是个公知啊 那他写过什么东西呢 啊 这个2013年的时候 大兵呢 离开了山东卫视 做了一个专业作家 出版了处女作 她们最幸福 她们最幸福里边 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呢 我们看看啊 她们最幸福展现了十位人物的幸福生活 呃 对吧 这十位人物的幸福生活 是啥玩意儿呢 啊 这十位人物的幸福生活 显然都是那些啊 在2010年年初的那个 私产阶级思想自由化的那批人呗 啊 是吧 行走江湖的啊 什么这个不婚的啊 背包客啊 啊 这不是艺术家呀 这什么光棍艺术家呀 就这玩意儿啊 然后呢 隐居的隐士啊 就这玩意儿 你看了没有 啊 他写的这小说就没有一个正常呢 还什么乖摸摸头 啊 乖摸摸头呢 还是一个畅销书 啊 这个书里边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呢 啊 我们看看啊 书里边写的是什么缅甸金三角走来的流浪歌手的故事 穷困潦倒颠沛游离啊 藏地往事 然后这个日语翻译尼口 是吧 啊 然后还反正是呃 反正都不是什么正经人嘛 反正这都不是什么这个符合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玩意儿啊 他就就看到这就明白了 他就是一个这个纯粹的这么一个应该讲应该是一个嬉皮士作风的现代的艺术家 公之无疑了啊 公之无疑了 对吧 啊 好吧 啊 曾经大兵还回忆啊 好 我是山东卫士曾经的邪秘指示人大兵 我离开咱们卫士已经十几亿了 我时无刻不再生 我依然得 你知道的 我想念的 我怀念的 从来的就是 昨日的离开 昔日的掌声 旧日的喝彩 而是那段永生难忘的黄金时代 那段与我的电视同行们 一肩作战的 共能分别的掌握事 可能艺术家的性格呢 过于格色 在这个单位里啊 也是待不下去 于是呢 就成了一个流浪江湖的所谓的自由作家 民谣歌手 可是呢 也没成啊 最后呢 高不成低不就 跑到什么好像是云南啊 开了一个酒吧 现在呢 四五十岁的一个老光棍 在中国的网络上 然后呢 推销 不婚不育主义 那位说 他是不是拿了 那个美国的16亿 这咱不知道啊 他这个层次够不够拿 咱不知道 反正是 这些当代的公知 推销的这一套 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 那是非常非常有害的 但是这种言论呢 在中国的网络上 还会受到一大批的这种女权主义分子 追捧 知道吧 还会 有一大批人去给他们捧臭脚 打赏 知道吗 所以你看 我几年前我就建议中国政府要立法 谁要彩礼就抓谁 那是属于敲诈 勒索 对吧 以后呢 50年之后 如果走到了谁不结婚啊 就流放谁的这种地步的时候 你还不如现在就实行这个政策呢 各位 不结婚不生育就是罪行 对吗 人类的延续 中华民族的延续 矫枉必须得过正 各位同意我的说法吗 中国政府一定要警惕 这批带风向 要绝种中华民族的公知了 这种人就不应该能让他在网络上存在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